蕭褲 講話又怪怪的這種阿扁 我還要謝謝大家給我的支持 那麼 當台北市長其實我真的很認真當 那個7點半上班 一天叫做做秀 如果連續8年 那就不是做秀 一般人都說這好厲害 其實我跟你講 我在台大也已經20幾年 就是這樣過日子 所以 雖然 沒有什麼政狼的傲人什麼的 但是我就是貶持自己的心情 反正醫生就是救人對不對 那市長就是服務老百姓 他就把他認真的做 所以其實 常常有人在問說 你到底在台北有什麼政績 反正西區門戶計畫 東區門戶計畫市長改建 還有這個社宅 這最基本的 當然最近這個北流北易 每天被他出來 正在熱烈的攻擊 就跟大家講 那個北門你知道 北門不是一二三天上掉下來 北門要出現 中校西路公司專用到要拆掉 中校橋引道要拆掉 然後 國防各運各運要拆掉 還要換個位置 鐵路警察局要拆掉 然後那個山景倉庫 他是歷史建築 拆掉那個每個磚頭上做鞭炸 換五十公尺再從這裡做起來 所以你不要以為那個北門是一二三天上掉下來 你們還記不記得那個中校橋引道拆掉 那個六天閃電站 那個相當困難 拆是六天喔 我們做那個模型硬是六天閃電站 其實後來就知道 那個拆那個中校橋引道 那個計畫是什麼時候寫這樣 黃大洲當市長的時候 結果他寫完之後 因為他 沒有連任 1994年沒有連任 所以就一直擺到20年後才 落到我的手上 一般台北市長上任 連卡會被送一份共和尚 就是以便預算不值錢 其中一個就是 最大的就是那個 那個 中校橋引道拆除那一份 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問他們說 他這個為什麼擺了20年沒有住 然後大家都不講話 我後來發現 大家都不講話 一定有炸 我就說他讓公文放在這 然後一個禮拜後他們就來問說 市長 你簽了沒有 他每次希望簽換一 然後蓋個印章 然後他就可以把公文收起來 等下一任市長來再數 我就問他說 這個 為什麼120年 他說這很簡單 要拆中校橋引道 三重跟台北的交通要停三個月 台北跟交通 可能停三個月 他說一定要三個月嗎 一樣 大家就陷入正沉默 一樣 只要大家不講話 一定有炸 那不然再放著一下 一個禮拜後又來問 市長 你印章蓋了沒有 說一定要三個月嗎 這時候終於有人忍不住講了實話 他說有一個方法 過年的時候閃電閃日夜不停 所以中校橋引道就這樣拆掉 所以常常是這樣 事情當然很困難 事情當然很困難 想一下一個20年的工程就擺在那 計畫都寫好就擺在20年 環南市長最有印象 開工那一天 市長處的主任秘書在哭 我說人家今天開工典禮 他說他進台北市政府當公務員 他的第一份公務就是環南市場改現計畫 18年後他升到主任秘書終於開工了 我對我自己最有信心的一線 我認為全台灣其他縣市長 要改建那種大的傳統市場 非常困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環南市場裡面貪生了1330人 你有沒有跟那個1330人貪商普通的經驗 你都還沒講話就來打白布一下 抗議 我說我都還沒講話就來抗議 他給他多大的耐心 一直磨不成果 所以是這樣 常常要有那種猛狼的精神 就很堅定 他問說他為什麼不行 就堅定做交錯 大家也知道 我們要選2024的總統 我相信在去年一開始 幾乎所有的名嘴都預測 他只要下了台北市長 沒有光環 快就邊緣過來 沒有想到六個月後 那井人還在 而且那個威脅性越來越大 所以常常跟大家講 我們不可能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更不要換下 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國家會改變 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 趕過最困難的 是哪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嗎 一日雙塔 一天騎520公里 後來我還去騎的時候 我就不聊 就問我說 市長 你確定你騎得到嗎 我說我從來沒騎過 我怎麼知道 後來人家說 後來騎成功了 結果有人問我說 那個一日雙塔的秘訣是什麼 我說雙腳不要停 其實 更精確的講 要有傭男的堅持 好 我們來唱這首歌 傭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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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